剛剛玩過手機的那個部分 其實這個部分也可以用在什麼 手機上聲控 不過聲控的部分 比較抱歉的 啃蘋果的不行 因為蘋果已經被咬一口不新鮮 很重的才可以 很重的才可以 我們看一下在這裡 有沒有 它有一個語音聲控的 那這裡呢你找到哪裡 這裡我就先丟掉 我順便跟各位說明一下 如果你這個積木啊 你要刪除或不用的話 有兩種方法 第一個是把它丟掉 按鍵盤上比你的 這是最快的 第二個你把積木往左邊拉 有沒有發現有沒有叉叉 這樣也可以 第三個如果你要堅持看到垃圾桶打開 有沒有看到垃圾桶打開 你可以丟到下面 這樣你了解了齁 好那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是什麼 如果你覺得啊我好辛苦 我剛剛不容易把這個積木弄好了 這樣丟掉有點可惜 你可以按右鍵 積木上面按右鍵 有沒有一定要停用積木 你不能就丟在外面 這樣不行 這樣層次會有錯 好就是一定要停用 當然你也可以在裡面 停用也可以 有沒有 這樣都OK 等到你想用的按右鍵 啟用積木 好 好 那麼我們來看看這裡我丟掉 好 如果你想用那個在 聲音聲控在進階功能這裡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 語音聲控 點下去 就是在這邊把它拉出來 但是注意一下 我們剛剛有特別強調 不支援蘋果咬一口 第二個 電腦上的即時便是設備按 行動裝置要設備按 所以 有沒有 同學 你的那個手機是沒有麥克風的 你告訴我是哪一家的 我們把你拒絕我買戶 賣你手機沒有麥克風的 好 就是只能看 只能接近 不能講他的那一種 好 那我這邊就好了 好 所以你來看這裡 語音聲控 如果我的內容包含什麼 我就做什麼 假設我有一個開燈 我就把我的LED燈 LED燈 把它設為 啊 這樣可以接受吧 對不對 好 相對的 請問積木可不可以複製 可以 按右鍵 有沒有複製 好 Ctrl加C Ctrl加V也可以 所以我在這邊 關燈 我就把LED燈 設為O 那如果呢 Ctrl加C Ctrl加V 如果我是 要讓它閃座 這就不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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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邊 這個時候我就找 LED燈 閃爍 這樣子 這樣子 好一點 那一般來講 我們大部分呢 因為我希望知道說 它到底辨識出來 正不正確嗎 所以我會把這個積木 好 這裡我先停止 你記得如果 程式還在執行 這裡不能換 有沒有 你要先停止一下 好 這裡 我把它換成顯示文字 顯示文字 就是我希望把辨識的 它到底辨識到了哪一個 語音的命令顯示出來 所以 我來這邊 顯示 好 在上面把它顯示出來 我辨識到的什麼 文字內容 有沒有 這個辨識的文字 這樣子 我比較清楚 到底 我講的它有沒有聽懂 對不對 好 我們就按一下 如果你按下去的時候呢 你按下去的時候 像我現在 這樣 有沒有 這裡就跑出來了 可是 網路速度慢的時候 有發現 是不是會隨便亂講話 這樣你了解嗎 那第一次的時候 它會跳剛剛上面那個 就是要 你要允許麥克風 好 要允許它 這樣有點擔心網路速度呢 我把這個拉進來 開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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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有了 好 好 哪一個 現在點進去 不用啊 開燈 開燈 現在就是網路點鍵 出風慢 你看我講後面這句它都聽得懂 開燈 闪烁 闪烁 开灯 这就是我怕的 因为往后速度慢的时候 就会有这种情景 所以你可以试看看 你可以稍微试看看 那原则上就是 你要允许它 当然 你是用苹果的就不行 用苹果就不行 所以有这个 还有一个 你如果用电脑里面的 这里有一个小技巧 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那个喇叭 有没有 这个喇叭 你可以来这边 来这边控制台里面 控制那个它的音量 就是麦克风的灵敏度 我们有一个声音 在这里 谢谢 点开它 那 有没有 诶 诶 录制 像我这里有麦克风 对不对 点进来 你就可以 等级 你要调高一点 不然你的麦克风 比敏度会比较差 那我这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这个也蛮高的 我也可以用这个来做 好 我知道了 因为他帮我抓错了 好 我用这个效果会比较好 现在我这一项 现在我这一项 开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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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有亮起来 关灯 闪烁 他竟然会叫阿苏斯 好厉害 好可怕 闪烁 弯灯 所以你看那个麦克风 有没有差 有啦 因为他刚抓到的是我投影机的这个 实物投影机的这个麦克风 效果比较差 我前面这个效果比较好 开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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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根 这样子开根嘛 开灯 好吧 给你自己玩玩看哦 来 在进阶功能里面 在进阶功能里面 记得搭配我们的那个 网页护动机 你把它用什么 显示文字 记得程式要停止 要程式停止才有用啊 谢谢大家